第六冊 數學講 第十二頁 來 快點 把它打開 你盈盔不要再睡了 這校第一堂要打起精神 還可以吧 這裡 等一下我要證明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讓一次給你看喔 課本 把它中為叫便藝術公式 這個證明你仔細聽就可以 但這證明 請注意是高中生教會喔 來 隨機變數的變異數呢 我們是這樣寫 叫做VAR Variance over X 先問個問題 便藝術的功能是什麼 看你跟減掉平均嘛 平方通通加起來對不對 在高一的時候 然後再除以N啊 簡單來說呢 這是一個指標 它可以用來判斷資料 平散的程度嘛 對不對 好 便藝術 這個東西它的定義喔 是這樣子喔 Sigma i 從1到N pi 乘上什麼東西呢 乘上 si 減掉 mu 的平方 把它每一筆資料 減掉平均數對不對 請問你這個pi 是什麼概念 加全平均數嘛 是這樣子 因為你這個隨機變數你取的值啊 本身就是從這樣本空間 切某一塊下來對到某個值嘛 你切的如果比較大塊 這個機率肯定就比較大囉 切的小小一塊這個機率就小小的 對不對 它是不是每一塊都有一個機率 對吧 這種期望值就是一個長期的加全平均的概念 你要注意這個是加全平均 如果你切的每一塊都一樣大 那這個pi 就是N分之1嘛 就是我們高一學的那種 最簡單的情況 知道我意思嗎 高一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不是要加全平均數 那個叫算數平均數 對吧 導演你知道這個mu是什麼東西嗎 這個mu是個方便的記號 這個mu其實就是我們的什麼指 就是我們的期望值 mu就是期望值嘛 期望值就平均啊 只是我不想你寫這麼多筆的話 所以我就偷懶用個mu來表示 這樣就可以接受啊 可以齁 好 現在我把這個東西打開 給在座的同學看喔 sigma i從1到n 這是pi si-mu的平方 打開之後是誰 是不是會喔 si的什麼 平方 再減掉什麼 兩倍的什麼東西 mu在乘上 si 再加上什麼東西 mu的平方 其實你這個東西可以不用操 因為其實課本有 我只是要確認你 是不是能夠去處理這個問題 對不對 好囉 來那請看這邊喔 sigma 加減可以拆開來 來我們把它打開 sigma 按進按進來 i從1到n 這是pi 再乘上 si的平方 對不對 我這樣寫可以齁 然後呢 來這個像分配率一樣 減掉兩倍的mu 請問你喔 這個mu是個確定的數字嘛 就平均數嘛 對不對 這個隨機變數的平均數 是個確定的數字 它不會變的嘛 是吧 所以這個負二mu 是個什麼東西 你說啊 既然是個固定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什麼 它是個常數嘛 對不對 對 is a number 知道嗎 它只是個數字而已嘛 對吧 這個隨機變數 它的期望值 是誰 我不知道啦 要看你怎麼定義 不過基本上它的平均數 是固定的嘛 平均數不會動啊 我只是想要把它的平均數 整理成一個 看起來比較特殊的長相 好 既然是個常數 那跟sigma沒有關係喔 我們就可以拿到sigma 的外面 剪掉 兩倍的mu 乘上 來sigma i從1到n 來這裡是什麼 這裡是 pi xi 對吧 沒有寫錯對不對 你看這個pi si i從1到n喔 好 最後 請看這邊 加上sigma i從1到n pi乘上mu平方 這個mu平方是一個什麼 是個常數啊 對不對 一樣是個常數啊 你知道嗎 知道嗎 這裡mu平方 是個常數啊 他也是個常數 他也是個常數 常數跟sigma沒有關係 你就拿到sigma 外面去嘛 這是sigma的性質 對不對 然後乘上sigma i從1到n 來 後面要寫什麼 pi 來 這個高1 這個高1 沒有舉過啦 但我們現在高3 應該能夠自由自在的操作這些符號對不對 現在請同學看著黑板 我把它框起來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他是誰 黃色粉筆框起來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我要問蔡周面 周面啊 這是什麼 把隨機變數取的值 乘上他對應的機率再通通加起來 這個稱為叫什麼 期望值 對非常好 期望值就是什麼 就是平均數碼 所以這個交回就是誰 這個交回就是mu啊 我這樣講沒有意見啊 沒有意見對不對 他其實就是mu嘛 好 來 比對比對 看這邊 這裡 你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嗎 i等於1 就是第一塊那個拼圖的機率嗎 加上a等於2 加到a等於n 把所有的拼圖的機率加起來 是誰 就1啊 每一個事件嘛 你每一個隨機變數取的值 所對的機率 我現在把它通通加起來 全部機率加起來 不是123的e嗎 沒有問題啊 這個獅子我們終於要整理出 它最終的長相喔 來前面這裡 我們沒有辦法動它 sigma i從1到n pi s i平方 負2m 負2m再乘m 所以是減掉什麼東西 減掉兩倍的 mu平方 再加上一個什麼東西 mu平方 i 同學 減兩個mu平方 加一個mu平方 所以是減幾個mu平方 是減一個嘛 減兩個加一個 是不是就等於是減一個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什麼呢 這個東西就變成sigma 對嗎 這不用抄啊 這課本幾乎有 你知道 i從1到n pi s i平方 再減掉什麼 mu的平方 我這樣寫你們意見嗎 請問同學這個是什麼 我把機率乘上s i的平方 這個是什麼東西 is partition s 平方 對不對 對啊 這是平方的平均對不對 平方的平均啊 然後再減掉什麼 再減掉平均的平方 is partition x 整個叫什麼 平方 跟我們在一年級的時候 學到的那個變異數的結果 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他現在 就是 我把整個流程再run一次給你看 變異數啊 怎麼算變異數 很簡單 這個叫平方的什麼 希望值就是平均喔 平方的平均 再減掉平均的什麼 平方 你可以寫在旁邊 平方的平均 平方的平均 只是被他那是low 就比較low 你知道 就是你只是被結果 那有什麼用呢 如果 只是要算變異數 那個電腦key 有沒有 按個enter 網路上有那麼多數學軟體 你要怎麼算一下 就有答案了 對吧 所以我們這邊的重點 不在算 也不在背這個口訣 重點是你會不會推倒這個公式 這樣好不好 這公式我推完了 要念理工科系的這個要會推喔 統計學這個要會推 平方的平均 減平均的平方 在靠本地十二頁 下面有個變異數公式 有看到他嗎 有齁 好 來給你30秒消化一下 知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東西 仔細 仔細思考一下 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就要來做一下題目 然後再帶另外一個概念 可以嗎 你翻到13頁 來請翻到13頁 下面的隨場練習 這個蠻好的問題 給他兩個站好了 大家一起看喔 我希望你要處理這個問題 他說有一個袋子呢 裡面裝有四個大小相同 編號1234的球各一顆 有一個袋子對不對 還有畫一個袋子 裡面有四顆球 1號2號3號4號 從袋子中認取兩球來畫起來 他從袋子裡面拿兩顆球出來 一次拿兩顆 每一個球被取到的機會呢 是一樣的 隨機變數x 這個畫起來 一定要知道他的隨機變數是什麼意思 他隨機變數指的是 取出來的兩個球中 的最大編號 請問這個隨機變數的 期望值變異數跟標準差 這不就是一般 就是大學的那個教科書裡面的 那種一般的習題啊 這高中其實就有 我們建議高中生怎麼做這個題目呢 其實你就畫他的機率分布表就可以囉 來跟著我一起畫他的機率分布表 好不好 A 等一下他的X代表什麼 X代表兩個球裡面的最大編號 好 所以X代表的是編號 下面會有對應的機率 算命這裡 等一下我們把他的情形畫出來 好不好 好 我單離喔 我先問辛伯婷好了 辛伯婷應該是數學天才 袋子裡面四顆球取兩顆出來 方法有幾種 這樣本空間會有幾個元素 真是內行人 C4取2 來C4取2 寫上去 C4取2是多少 有六種對不對 六種對不對 沒有問題嘛 是不是六種 對吧 要我們空間有六個元素 我要不要寫出來給你們 是拿六個 才六個而已啊 寫一下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譬如說你選到的是什麼 一號球跟幾號球 二號球 或者是一號球跟三號球 一號球跟四號球 啊還有什麼 二號球三號球 二號球四號球 三號球四號球 對不對 是不是六種情況 我SampleSpace 他就有六種情況 我一次取兩顆出來不是嗎 好 好 這個X表示 取出來的那兩個球裡面 號碼比較大的 我先問同學喔 來同學問你喔 有沒有可能取出來的號碼 是一號 就是這個X取一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四個球取兩個球 有可能取出來的兩個球 裡面那個編號比較大的是一號 那請問你那個編號比較小的那一顆是幾號 這種情況根本怎麼樣 根本是不會發生的 不是嗎 這情況是impossible 所以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是0啊 這不可能喔 你要知道它這個隨機變數據 接各樣的空間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囉 有沒有可能 來 取出來的兩個球 最大的號碼是2號 欸 有 情況有幾種 你說 這六種情況裡面 有幾種情況是屬於這種類型的 一種啊 是哪一種 就是你取到幾號跟幾號 就是你取到1號跟2號嘛 對不對 就是取到這種情況啊 你取到1號球跟2號球啊 按住說你的x不是2嗎 對吧 把這一小塊接下來 請問你它對應的機率是多少 有六種情況啊 這樣總空間就六個元素 這個機率是多少 這不是六分之一嗎 沒有問題吧 來 再來看喔 來 取出來的兩個球 最大的號碼是3號 你告訴我情況有幾種 你看的上面啊 剛才這個我用掉了對不對 取出來最大號碼是3號 情況有幾種 大概兩種啊 就是1號3號或者是什麼 2號3號 所以就是 1號3號 還有2號3號 這兩種情況 這個機率是六分之多少 六分之二啊 對不對 來 取出來的最大號碼是4號 來 情況有幾種 當然是3種 你取出來是14 24 或者是34 對不對 來14 行嗎 這個機率是多少 六分之三 其實你知道啊 算期望值 變異數標準差 根本就不是重點 算那個東西 是機械化的操作 我懷疑 有些學生不會寫這個東西 你知道為什麼嗎 現在學生就是普遍看不懂 你們在問什麼 所以他不會寫機率分布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算囉 期望值 期望值怎麼算 你們今年是什麼時候可以確定自己譬如說是正學還是備局 往年都很早 今年好像時間延後幾月 五月底 五月底喔 那時候我們不是要畢業了嗎 六月一號畢業 有現在人 我們不是六月一號畢業嗎 對啊 以前啊那個 如果知道自己是正貨背啊 中間會有一段時間是那個 情緒勒索的時間 就是你會開始 比如說你是背群 你就會去情緒勒索那個正群的同學 就會說 哎呀這個人都在到處打聽 人心最險惡的時刻 所以就是在那一段時間 就大家都疊對疊這樣 不過今天十成比較晚 這很有意思 來我們算這個東西 二乘以多少 二乘以六分之一 來看一下喔 加三乘以多少 六分之二 這個很無聊喔 這只是算而已吧 再加四乘以多少 六分之三 來這個算出來期望值 這個是六分之二 寫慢一點 六分之二 加六分之六 再加六分之多少 十二 我有沒有寫錯啊 所以是六分之多少 算出來是六分之二十 約分 化解 三分之十 好 期望值是三分之十 轉上去喔 可不可以 期望值嘛 三分之十就來 期望值我算完了 接下來它還要擬串什麼東西 我們變異數 我們變異數就用我們剛才學到的這個 變異數的公式來做好不好 變異數x varian 變異數是什麼東西 它的公式是什麼 平方的什麼 平方的平均啊 減掉平均的平方 所以是x partition 整個的平方 對不對 平方的平均 減掉平均的平方 就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真的來算一下喔 算這個東西很簡單 來 平方喔 請問你二的平方是誰 回答我喔 4啊 所以4要乘上多少 不是要乘上對應的幾率嗎 6分之1 6分之1啊 那乘這個有什麼困難 4乘6分之1啊 我們不是要算平方的平均嗎 加上來 3的平方是誰 9啊 9乘上多少 乘上幾率是6分之2 就這樣嘛 再加上平方的平均 來 4的平方 16乘以6分之3 所以16乘以6分之3 平方的平均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減掉平均的平方 所以是減掉誰的平方 來同學你說 我們第一小題 是不是已經把平均算出來了 平均是誰 3分之10啊 所以你是減掉誰的平方 減掉3分之10的平方啊 你看這種東西 對不對 高中生就是稍微算一下而已 來 我們來算一下喔 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4乘6分之1 這個是4分之6 加上 9乘6分之2是6分之多少 6分之18 再加上 再加上 來這個是6分之16乘3 48 再減掉3分之10的平方 這是9分之多少 9分之100 我沒有算錯對不對 如果算錯你要跟我說啊 我們稍微整理一下 這一題應該這種答案就要出現了 前面三個合併是6分之多少 幫我看一下 4加18是22 22加48是多少 70 6分之70 減掉9分之多少 9分之100 中分 這個通分一下的話 我想想看喔 嗯 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用那個 6分之70可以先化解 他是三分之多少 35 35 35可以寫成 9分之 105 五 再減掉一百 這算出來是九分之多少 九分之五對不對 這個好無聊的啊 只是算而已嘛 這叫變異數對不對 好 變異數算出來囉 有沒有問題 你看這個變異數是我們的好朋友 這一下就算出來 最後他還要求我們算一個什麼東西 標準差 標準差其實你知道 來看這邊 請問你標準差就是把變異數再開什麼號 根號就是variance x 開根號對不對 所以標準差是根號多少 就你剛才算的數據開根號 九分之五開根號 開出來是誰 三分之根號五 三分之根號五 好不好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喔 筆記好好寫啊 這個我們的成績就從筆記來好不好 你們應該不想考平時考 還是要考 我都可以啊 看你們啊 我想說我們就平時考 就我看是先不要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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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先用隨機變數來講而已 這堂課的後半我要講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主題請你寫在課本第十四頁 課本第十四頁我們要來談我想想看來標題請下線性變換這個講完這個單元就結束了 好 什麼叫線性變換呢 很簡單 有一個隨機變數叫做y 大寫的y 他是把一個隨機變數叫做x 先把它乘上a倍 再加上v y等於s加v 懂不懂 把x這個隨機變數乘a倍再加v 得到一個新的隨機變數叫做y 這個叫線性變換 這個a跟v都是什麼數啊 這個a跟v都是什麼數 都是時數啊 這樣可以嗎 a跟v都是時數 我問個簡單問題 這種線性變換 其實就是我們常說的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 你把x乘a倍這個叫什麼 對數據做什麼 對這叫伸縮 要不要拉個箭頭寫一下 都已經高三了對不對 這應該有基本概念啊 這伸縮對不對 請問你這個加v 是對這個一維數據做什麼 平移啊 我們最長舉的例子就是這樣 比如說這次數學 學測我考30分 唉唷 你知道這次能考30分這不得了 30分可能已經 今年軍標可能不到30分了 這個應該已經很不容易了 這考驗挺難的是吧 假設你考30分 老師說唉唷 這個這一次大家考得不好 全班每個人的成績到乘兩倍 再加幾分 再加10分 分數的調整 對不對 他就是一種線性變換 乘兩倍 並及格 再加10分 所以你的分數調整之後 是70分 對不對 這種就是線性變換 伸縮平移 好 我們課本裡面 接下來就提到一個重點 我看一下 我看課本 他要講什麼 OK 他第一個要講的是這個 你這個寫上去 經過線性變換後的期望值 這個隨機變數的期望值 會長什麼樣子呢 s.y 來請看這邊 這個新的隨機變數 這個新的隨機變數 它的期望值會長什麼樣 它會長這樣 exploitation 這是ax 再怎麼樣 加上b 有一個很直覺的想法 請問 這是你的心 這個x是你的什麼成績 我們每次都用這種生活化的東西來比喻 我覺得你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這個x是你的什麼成績 是你的原始成績 對不對 還沒有調整之前的成績 成績的金是這個金 請問那個y是什麼成績 是調整後的成績 對不對 是你的心的成績 我就問個簡單的問題 如果每個人的分數都乘2 你的新成績會不會乘2 比如說全班的平均是30分 然後老師宣布說 每個人的成績都乘2 那你覺得新的成績的平均 是不是也會變成是一個2 所以很簡單 對不對 平均會不會受到伸縮的影響 會啊 會啊 會不會受到平移的影響 會啊 所以它出來的結果 如果我跟你說 它叫做A倍的Exploitation of X 再加上B 是不是非常合理 對不對 它應該就是這樣啊 對吧 不過這東西要證明 我這一次給你看 好不好 來 它的證明 你寫在 來 你寫在旁邊好了 隨機編的所有期望值 它的定義是什麼 前面要寫sigma 對不對 i從1到哪裡 i從1到n 後面要寫什麼 是不是寫pi 然後乘上什麼東西 yi對不對 把它取得值 乘上對應的機率全部加起來 那我的yi就是誰 就是axi 再加上v 再加上v 不是嗎 不是嗎 對不對 就這樣子嘛 y等於s加v嘛 OK 你就直接把它打開就好了 這個東西會變成什麼 請看這邊 這個a是個常數 可以拉到sigma前面 所以它是a倍的sigma i從1到n 然後這邊是si 乘上pi 再加上v次的常數 可以拉到sigma前面去 加上v倍的sigma i從1到n 然後是什麼東西 pi 正好啊 它就一行就結束了 我現在問你 看黑板 這個很簡單 超級簡單 我用黃色粉筆空起來 這個東西是什麼 我要問蔡宗敏 這個是什麼 把值乘上對應的機率加起來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期望值啊 這不是exploitation of x嗎 就是你的mu嘛 對不對 後面這裡呢 後面這裡來這個黃色的空框空起來 把每一片拼圖的機率加起來 加總是誰 123的1啊 這樣不就出來了嗎 所以這個出來就是誰 就是a倍的exploitation of x 再怎麼樣 再加v 跟我們一年級的結論是一模一樣啊 對不對 y等於s加v吧 我們一年級不是有學這個嗎 來 y等於什麼 ax加v 請問你 muy會等於什麼東西 是不是a倍的mu什麼 x再加上v 我們高一是不是學這個東西 你的平均會受到伸縮更頻率的影響 就太簡單了對不對 就是一樣的東西嘛 只是現在用隨機變數來寫而已啊 ok 好 課本有證這個東西喔 有沒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的話 我再來看一下 那課本下一個東西要講什麼 喔 課本下一個東西 他沒有證明 那我就不證囉 因為他好像擺在課本的附錄 好 下一個東西來第二個 我把結果寫上去就好 variance y 外面是有活子在叫的 蛤蛤蛤的 variance 來 y叫做ax加v 課本沒有證 那我們就用高一的那個姿勢 稍微做個推廣就好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來 同學請看黑板 請問你平移啊 對變異素會不會產生影響 你只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好 高一老師怎麼教 平移會不會影響變異素 不會啊大家都加5分 我跟你之間的差距是不會有變化的 不是嗎 你加5分我也加5分喔 我們之間的差距有變大或縮小嗎 根本就沒有 平移不會影響異異素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加v 是不是這個v基本上是沒有作用的 好 這個a是伸縮 我還沒有開根號 開根號才是標準差 所以這個東西出來你猜它會是誰呢 它會是a的什麼 平方 再乘上variance x 來你把它寫上去就好 課板好像也沒有證明 它沒有證那就代表高中生考人 就暫時不會也沒關係 你就參考一下 來一次要我證給你看 其實我證也是一下子就證完了 需要證一證嗎 要不要我證一次給你們看 有需要嗎 有需要我來我看看 就用這個空間 看能不能把這個證明寫完 應該可以吧 變因素對吧 variance y 那你跟著我寫 因為課本好像沒有了 來 y的變因素就是 你用剛才那結論嘛 平方的平均 exportation 的 y 平方 減掉exportation y 整個的平方 有這樣顯示問題 平方的平均減平均的平方 水啊就是這樣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囉 這個東西會變成 exportation y 的平方 y 是誰 a x 加 b 對不對 再減掉 exportation y 是我們第一小題的結果 這叫做 a 倍的exportation x 等我一下 我把它寫清楚 再加 b 的平方 對不對 我當你寫你沒有意見 就這樣而已喔 可以嗎 可以嗎 我現在把它打開 仔細看喔 exportation as 加 b 的平方 這個打開是 a 倍的什麼 s 平方 加上幾倍 兩倍的 a 乘上 b 再乘上 x 再加上什麼東西 v 的平方 對不對 我這樣寫 你沒有意見 對不對 然後再減掉 後面這裡是 來我照抄 a 倍的exportation x 加 b 整個的平方 其實符號的操作 就是這種浮石無法 好 來那現在請同學看這邊喔 exportation其實你可以想成 等一下它有sigma 對不對 只是這個sigma我現在偷懶都不寫 sigma這個 a 乘個常數碼 所以這個提到前面去 它就變成 a 倍的什麼東西 exportation s 平方 加上 2ab 也是常數而已 來兩倍的 a b exportation x 再加上 b 的平方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對常數取期望值 等於沒有效 因為你把機率加起來是 e 你知道我前面在寫什麼對不對 好 再扣掉後面這一坨東西 這個東西你打開它會有一個 我看一下喔 這裡 ax這個平方 這個打開這裡 a要有什麼 平方 我落掉這個平方 想說怎麼長得有點怪怪的 好OK 其他沒問題喔 所以這裡有個平方喔 後面這裡打開這邊會變 a 平方 然後這邊是 exportation x 整個的平方 減掉兩倍的 a 乘 b exportation x 然後這邊再減掉 b 的平方 你從它證明的過程裡面 你就發現一件事情 哪個東西根本沒 b 我們一定會被減掉 這 b 平方根本就沒效吧 對不對 你在證明的過程裡面 這個 b 平方 一加一減當然是不見喔 你直觀在理解的時候 當然是想說 這個 b 就是平移嘛 平移不會改變 我們之間的離散程度啊 對不對 這個 b 當然是 當然是對我們最後結論是沒有差的嘛 中間還有什麼東西會消掉 有啊 2a b exportation x -2a b exportation x 對不對 最後這裡 來請看喔 我這邊全部都要正完喔 a 平方提出來 括號裡面是什麼 exportation x 減掉 來這邊是 exportation x 整個的平方 喔 水啊 請問你喔 平方的平均 減平均的平方 這個是什麼東西 b 變因素是variance x 有看到嗎 所以你看 從這邊啊 你看variance y 是不是等於a平方 再乘上variance x 數學語言啊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到底知道我在講什麼 現在根本就是想睡覺對不對 完全不知道我在攻三角 還活著嗎 知道我說什麼嗎 我們看一個題目 把這個單元全部結束掉 來 知音姐幫我拍拍拍拍拍拍 拍這邊好了 來我把這個題目講完就結束囉 我們下次就講下一個單元好不好 這個單元就不要脫泥帶水 趕快把它講一講 請看到第15頁喔 課本第15頁 下面的隨堂練習 哎呀這個真的簡單啊 來這個隨堂練習 這是小看我 他說有個隨機變數x滿足 exploitation 來跟著寫喔 2x 加3 這個會等於多少 等於47 然後variance -2x 加3 來這個等於多少 196 請問x的極望值定義數跟標準嗎 其實你就想嘛 這個-2x加3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另外一個隨機變數 給他一個名字叫做誰 叫做y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知道我意思嗎 那我們從第一個條件 來我們從第一個條件 就可以看得出來 期望值就是平均的意思喔 伸縮平移都會影響到平均嘛 所以它會等於-2x 有什麼 -2x的exploitation x 再加上多少 3 會等於多少 47 不是這樣嗎 不就是我們剛才講的第一個性質嗎 對不對 對啊 好 這個3把它搬過去 所以你就發現-2x的exploitation x 來會等於多少 47-3是44 來馬上就看出來 exploitation x是誰 負的22 這樣平均數就算出來了 對啊 欸 怎麼知道我們在講什麼 對吧 這是一個新的隨機變數叫做y嘛 它是把原來的隨機變數 乘-2x再加3 對不對 然後告訴你說它的平均是47啊 根據我們剛才的那個證明的第一個性質嘛 對不對 對吧 exploitation x加v 是不是打個A倍的exploitation x再加v 對不對 就用這個性質把它打開 就算出你要的東西啊 這個是蠻無趣的操作啊 來那接下來 我們從這個條件出發 來看這個條件喔 這個傢伙的variance是196啊 y的變異數是196 touch x的變異數對不對 請教同學這個3 我們是不是可以不要理他 對吧 剛才不是來證貨嗎 這個3不是代表平移嗎 平移會不會改變變異數 不會啊 這個-2x 這個乘-2x 對變異數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這邊會有一個-2x的什麼 平方啊 -2x的平方 variance x 會等於196 會等於196不是嗎 我只是在用它 課本裡面的那個公式嘛 那也不算公式啊 就是它的性質對不對 線性變換的那個 variance的那個 其妄值變異數的性質 就這樣而已啊 對吧 這高1我也學過 來-2x的平方 這個是多少 這個是4喔 variance x 196除以4 196除以4 196除以4是誰 49 所以編異數是49 這數據也設計得太漂亮了吧 然後最後它會求什麼 標準差 我的天啊 標準差不就是 編異數再開根號就好了嗎 所以最後 來 標準差在這邊 標準差 x 就是編異數再開 根號 49 開根號就多少 -7 超容易的 懂不懂 就這樣而已 高中的這個 隨機變數 就學這麼淺 好 那謝謝各位同學 就先到這邊 來謝謝知名姐 這堂課就先到這邊